立法院明天院会 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理题变更议程 要求行政院长赖清德针对能源空污等议题进行报告 除为国民党立委30日发言结束后 院会休息时占领发言台持续批评蔡政府能源政策错误 联合报器资料照记者林伯东摄影分享 立法院明天院会 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理题变更议程 要求行政院长赖清德针对能源空污等议题进行报告 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发出甲级动员令备战 行政院长赖清德施政总质询3月30日结束 4月3日立法院会将开始处理讨论事项中等待三读的法案 但由于和二场二号机在3月28日跳机引发争论 能源空污等民生议题持续延烧 国民党党团都不敢轻忽 纷纷发出甲级动员令备战 国民党团书记长李燕秀晚间受访 对于明天议事攻防列为最高机密 经表示会是情况机动处理 国民党团总赵林德福晚间向中央设计者说 党团预计在明天的宴会中提出变更议程 针对一些民生议题如空污、事案等提案 要求赖清德制立法院报告 虽然知道提案一定会遭到人数较多的民进党团否决 但该表态的还是要有所表态 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何欣纯说 已经预料到国民党团将提大量的变更议程提案 因此民进党团立委全体假动谨慎因应 见招拆招随即应变 他说民进党团原本希望讨论事项排入有关预算解冻案 没争议的法案能够紧速二读三读 但国民党团有意见 如果要插入不必要、不合理或者是有争议的案子 只能进行表决 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总照徐永明受访表示 明天院会如有机会 时代力量党团会提案要求 优先讨论落实宪法保障人民 集会游行自由的集会游行法修正案 攸关婚姻平权的民法部分条文修正案 以及要求立法院长苏嘉全照及修宪委员会处理宪改事宜 这是党团已经多次提出的诉求 对于国民党团可能在院会提大量的变更议程提案 徐永明说 许多重要法案期待立法院通过 包括空无法相关草案 因加速审查 国民党团之前放水 让赖清德可以延后 致立法院专案报告能源政策 如今继续被葛立法院议事 犹如进退失去 清明党立法院党团总赵李红军表示 明天党团讨论后才会做最后确定 看是否要针对相关的民生议题提案 要求赖清德到立法院报告